好了,我們講講這份券怎麼做 第一條,Lock 0.125 Base 4 那做法是怎樣呢? 其實你可以直接用計算機按 就是按Lock,開括號,4.0.125,輸入 那你就可以得到的答案就是-1.5,即是C 當然有些同學的計算機是不能輸入Base之後才進入0.125 那你就可以用Change of Base 的技術 就是按Lock 0.125,除Lock 4 這樣你一樣會計算是-1.5 好了,第二條,Lock 2 等於A,Lock 3 等於B,就計Lock開方12 就是Lock 12 的2分1次方 就是將2分1拉下來 這樣 這裡用了那個公式 就是Lock A 的 N 次方等於N 乘Lock A 接著12又如何刷呢? 12你可以刷成2乘2乘3 目的是什麼呢?因為你希望製造Lock 2 所以下一步就會變成2分1 Lock 2 加2分1 Lock 2 加2分1 Lock 3 這裡用了一個公式就是 Lock A 乘B 等於Lock A 加Lock B 當然啦 如果3個Lock A 乘B 乘C 就變成Lock A 加Lock B 加Lock C 所以這裡會計算是2分1個A 加2分1A 加2分1B 即是A 加2分1B 就是B 通過分母之後 也不用通過分母 A加2分1B就是這個 B 的答案 好了,到第三條 如果4分3A 乘C 等於32分2B 分A 乘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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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這樣做 我們將它轉為2 做Base 將ilo 4就變成2分2次V 3A 等於 將ilo 32分2乘C 那麼 我們將 紅色三角 把その左iu太多跟左 posterior cos2 在右邊 右邊 是sol 2 10倍 既然左邊是 2 的 6A 次方 右邊是 2 的 10B 次方 其實黃色和綠色的位置要一樣 因此我們就知道 6A 等於 10B 如何加上 A 和 Boy 的比例呢? 我們就要除了 6 和 10 的 LCM 即是兩邊除了 30 這樣就會得到 A 除 5 等於 B 除 2 3 那是什麼意思呢? 即是 A 可以分為 5 分 B 就可以分為 3 分 因此 A 和 Boy 就是 5 比 3 了 答案 B 第四條就說 現在這個圖顯示了兩個 Graph 一個就是 Y 的 A 和 C 另一個就是 Y 的 M 和 K 我們要找回這條 Equation 的 Root 這條 Equation 其實你可以如何處理呢? 就將它想像成為 Y 等於 A 和 C 和 Y 等於 M 和 K 上面這條就是 Quadratic Graph 直線 所以你要解決這條 Equation 其實就是找到 這個 System of Equation 雙交點 雙交點 的 X 座標 因為原本這條題目的未知數 是只有 X 的 而你將它變成 紫色的 System of Equation 你想選擇 X 就變成 兩條線雙交點的 X 座標 所以看回兩條線的雙交點 就是 X 座標 乎 3 和正 2 了 所以答案就是 C 了 第五條 找回這條 Equation 的 Real Root 留心 這條綠色的 Equation 並不是二次方程式 但是它可以轉化成為 二次方程式的格式 我們就將 X 四次方 變成 X 二次方 再二次方 然後減二 X 二次方 減八等於 M 我們就留意一下 綠色不由於這個位置 我們就當成微知數 U U 等於 X 二次 所以這條新的 Equation 就是 U 二次 減二 U 減八等於 M 而現在新的這一條 才是 Quadratic Equation 所以你就可以 用 Cross Math 去處理 就算到 U 是 4 或者 U 是負 2 但不要忘記 你要算 X 的 U 就是 X 座標 所以 X 座標 就是正 4 或者 X 座標 就是負 2 如果 X 座標 是負 2 就要 Reject 因為 我們要考慮 Real Root 的話 Real Number 的二次方 就不會負數 OK 現在我們就只計算 X 座標 等於 4 十多 X 等於 2 或者 X 等於負 2 所以答案就是 A 所以答案就是 A 第六條 要計算這條 Equation 的 Real Root 我們可以怎樣做呢 有時候 就不一定要 正正經經地 當它是短題模式 這樣計算的 你發覺的數字 這次是挺簡單的 有 2 有 3 你試一下 代表 X 等於 0 進入這條 Equation 那裡 OK 左邊呢 就會看到 5 2 的 0 次方 加 2 乘 5 的 0 次方 減 3 那就是 5 的 0 次方 加 2 乘 5 的 0 次方 減 3 你按計算機 就發現出到 0 即是甚麼意思呢 X 等於 0 是這條 Equation 的 Real 可以嗎 所以 A 一定是答案 剩下 Boyce 多 因為沒有 0 這個答案給你選擇 所以 Boyce 多一定不是答案 用這個代入法 其實都可以幫你處理某些 MC 問題 不一定要每次都正正經經地 當它是短題模式 第七條 找回這條 Equation 的 Real Root 是多少 當然 你可以做的就是 代表數字進去試 你見到 譬如 我代表 X 等於 負 3 進去 代表左邊 就看到是甚麼呢 負 3 減3 扣 3 乘 開方 負 3 加 7 負 3 加 7 再加 9 看看有得多了 負 3 減 3 這裡 負 3 加 7 即是 4 開方四即是2 但你發現算到0 即是說 x 等於負三是其中一個答案 所以沒有負三的選擇 我們不要選擇 即是只剩下 a 和 c 選擇 a 和 c 裡面 c 有一個選擇是負六 我們試試負六可不可以 所以我們再代替一次 sub 十條 x 等於負六 into equation 在這條 equation 中 分為左邊和右邊 分為左邊和右邊 分為兩邊 我們試試負六減三 然後開方 負六加七再加九 等於負六減三 然後開方一再加九 即是負六減三乘一再加九 即是負九加九 發覺這也是0 這次 x 等於負六 亦都會滿足這個 equation 所以負三又可以 負六又可以 即是答案就是 c 所以遇到這類題目 你不一定要正正經經地去計 你把那些答案 代替到 equation 中 看看 左邊和右邊是否一樣 就可以了 第八條 那就沒有辦法了 它就要你計算 compact inequality 提醒這個符號 解答案 即是兩條 equation 都要同時符合 解答案 12-5x 大於x 兩邊加5x 12大於6x 然後兩邊除正六 二大於x 將x 等於左邊 x 小於2 OK 另一方面 第二條式 4x 減5 小於7 加x 所以 3x 小於12 x 小於4 好了 即是說 現在你要考慮 就是 x 小於2 and x 小於4 所以你要先畫一條數線出來 x 小於2 解答案就是這裏 x 小於4 解答案就是這裏 因為現在你考慮 and 即是你要考慮 兩條線 overlap 的 region 即是這裡 所以 final solution 就是x 小於2 第九條 現在問問哪條數線是在表達這個不等式的解決 再計算一次 再重複一次 這個符號解N 同時間符合兩條不等式的解決 x加2大於8 x大於6 這個沒什麼特別 接著到1-2x 小於3-x 1-3小於2x-x 負2小於x 就是x大於2 這才是要畫一個數線 這個數線怎麼畫呢 首先我們看看 紅色這個 x大於6 紫色這個 x大於2 x大於2 大於2 就不包括空心的圓圈 那你現在考慮一個and 即是要overlap region 就是兩條線重疊的地方 就是藍色油的這裡 所以最後答案 只有 這個 最後答案只有這個 不是錯過了紫色的解決 不是錯過了紫色的解決 是經過兩條 數線重疊之後 我們只是決定 x大於6 大於6 那部分 OK 答案是D 就是10條 解決這個 sumutaneous equation 如果你直接解決 解決這個 又是這個問題 你會發現 你會當作短題目 就不然失事 所以你有另一個方法去做 就是 代表數字去試 OK 而你可以觀察到 在A,Boy,C,Dot裡面 其實他們的x 全部都不同 看到嗎? 7 -2 就是Option B x等於1 5 就是Option C x等於-7 正2 就是Option D 所以你會發現 你只要試好其中一組 就已經整條做完了 通常我們試哪一組 譬如 最簡單的 隨意抽個 Boy去試 如果Boy就說 x等於7 y等於-2 試一下 7-2 7-2 2 7-2 5-2 3 OK 但你要檢查這邊 3乘7的二次方 49乘3 都已經成八多了 所以也不會減到3 因此Boy就不對 就這樣逐個逐個去試 OK 就不用說一定要由頭算到尾 再來一次 譬如我們現在試一下 x是1 y是4 如果x是1 y是4 1加4是5 5減2 3 OK 再試一下這塊 3乘1的Square 是3 再減4的Square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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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條題目中,份母是多於一個Terms 在這些情況下,我們就要加個Clocus 目的就是方便你做交叉雙乘的時候,就不要乘漏 下一部變成這樣 7h-5等於kh-k 刷過好了,7h-35等於kh加k² 你會用h做subject 所以儘量把h放在其中一邊 多數都放在左邊 但要視乎情況而定,有時放在右邊會比較容易 今次放在左邊是沒有問題的 接著,將所有Terms 有h的放在左邊 沒有h的Terms就放在右邊 然後我們就抽 commonFactor h 最後,將整個7-k 扔到旁邊的份母 這樣就叫做完 第二條 他說明這條 where 我們要factor一下 其中一個小技巧可以先先看一下PART B 之處有一塊4A-7 你可以抽出 commonFactor arım7 剩下Factor 2A-B 既然這條題目分了AB兩部分 而你看到B部分跟A部分有這麼相似的地方 即是說B部分紅色的部分 Factorized之後 這個2A-B 其實就是 藍色都擁有的Factor 所以你可以想像成為 它都會有2A-B的Factor 剩下Factor會是什麼呢? 10A二次 除2A 那就5A 接著 -3B二次 除-3B 那就正3B 當然你要檢驗一下 是不是對 如何檢查呢? 2A乘3B 6AB 再減多5個AB 那就等於-1個AB -2B 所以你就會發現 這樣檢查完之後 等於中間這個Term 就代表你做對了 -2B -2B 剛才也提及過 因為這裡 有頭兩個Term 已經將7抽出來之後 下面就是 有一個Factor 2A-B 2B 後面這三個Term 就你抽一個副 -2B 就會變成A-B 在2B 10A2 加3B 2B 這裏就可以照抄A part 的結果 如果你做得對的話 你就能看到可以做下去 相反來說 如果你A part 做錯了 你發覺去到這個位置之後 你做不到下去 所以其實也是一個很好的位置 讓你檢查答案 看到新的common factor 以A減B 你只需要寫一次就可以 放在前面 剩下就是 記得把ированure 最終答案 2a減B Solar 加密解枕 第三條 umericons 如何分析 積選eni 答案是正指數,負指數是未做完的 做法是 x 3 次, y 負 8 次, over x 9 次, y 負 2 次,負 3 你要做的就是把負 3 次方乘入括口 變成 x 負 27 次, y 負 6 次 負次方變成正次方 y 的負 8 次方搬到墳墓,變成 y 的正 8 次方 接著 x 的負 27 次方,搬到 x 的正 27 次方 另外,就是 y 的負 6 次方在墳墓,搬到墳墓,變成 y 的正 6 次方 所以你就可以計算 x 就 3 次方,再乘 x 的 27 次方,就是 x 的 30 次方 到 y 了 分子,即是上面,有 y 的 6 次方 分墓有 y 的 8 次方 所以經過相除之後, y 的 2 次方便在分墓 這樣就完成了 第四條 考慮這個 System of Inequality 又來了 這個符號代表 n 的意思 那 Part A 就先解決這個 Inequality 沒問題,很容易的 我們就寫 分開兩條式去解決 解決 記得就是 把分子 這裏你就要小心一點 我們通常會選擇 2 和負 3 的 LCM 去乘 即是負 6 乘負 6 之後 你留意,不等式方向要相反 因為兩邊乘負數 所以就變成下一步 就是負 3 括弧 3x 減 1 就會大過 2 bracket x 減 2 然後拆固好了 整個負 3 乘負 3 乘負 9x 加 3 又大過 2x 減 4 而看 就是 3 加 4 每大過 2x 加 9x 7 就大過 11x 兩邊除 11 x 就會小過 7 over 11 先這樣寫 而另一方面 2x 加 5 大過 0 2x 大過負 5 所以x 大過負 5 over 2 所以你就可以把這兩個 final solution 夾出來 把這兩個藍色的夾出來 OK 用另一隻顏色筆 一個藍色一個紅色 但記住在畫圖的時候 你在草稿上畫 在草稿紙上畫 因為如果你畫到屎卷上 那這個 marker 會看完 畫錯了就會扣分 7 over 11 正數 負 5 over 2 負數 藍色那個就是要小過 7 over 11 紅色這個就要大過 5 over 2 就是要重疊的地方 就是這裡 所以寫出來的答案 就是 x 就會介乎 負 5 over 2 到 7 over 11 之間 記住 這個方向一定是由 左至右 小至大寫的 OK 左至右 小至大寫 有些同學就會這樣寫 7 over 11 大過 x 大過負 5 over 2 這樣就不允許 OK 好了, Part B 了 右下寫下 The number of integral value 它不是問你 integral solution 它這裡其實是問你什麼 多少個整數解 有多少個整數的答案 其實 OK 在這個範圍裡面 你可以有 負 2 負 1 0 所以你的答案應該是答3個 There are 3 integral solution 有些同學就不小心寫了0 負 1 負 2 那就不好意思了 OK 因為它這次不是叫你寫完所有的 integral solution 它是問你有多少個 OK 有分別的 然後到第五條 第五條 這次有的字眼就是 或 那 我們就 先 各自 是 計算了 那個 筆等式出來 不難計算的 只是拆骨好 進去 兩邊 就隨意 三 兩個 一個 一個紅色 一個藍色 我們要把這兩個 夾起來 怎麼夾呢 這次的 邏輯字架是 我畫 我畫的意思是 我要 as much region as possible 這樣的意思 所以你想畫的 solution 就會這樣 負 5 就是 這邊 負 2 又是這邊 我們要盡量多線 數路的地方就可以了 所以 由負 5 開始 向著右手邊 都有線數路 我不管一條 兩條 OK 所以 就寫回 final solution is x 大過負 5 這樣就可以了 part b 又要去 write down the least integral value of x satisfied the equality 即是說 最小的整數 滿足這個不等式 即是說 在 現在 這個 螢光北 游到的這個範圍裡面 剛剛好 符合這個範圍裡面的整數 而且是最小的 行不行 基本上只有一個 就在這裏 就在這裏 負 4 負 4 因為 你發覺 一路向著右手邊走 那些數字 都比負 4 整數來講 OK 負 5 本身就不算 因為這裏 是沒有等好的 負 5 本身就不行 要剛剛符合這個不等式 最小的整數 只能夠是 前一個負 4 第六條 看一看題目 Without using logarithm 不准用log的情況下 要你計算這條 整數出來 收入了它 如果你一開始 或者中間有 有了解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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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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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 3 次方 全部都變成 2 做 Base 接著處理一個括號 2 的 1 次方乘 2 的 這裡怎麼處理呢? 留心 綠色不間在這裡 是要變成 2 乘 2x 加 1 因為裡面的 2 和外面的 2x 加 1 是要這樣相乘的 所以你要特別加括號 右邊也是 這個 3 和間接這個 x 減 1 是要 2 的 3 bracket x 減 1 次方 所謂化減下去就變成 2 的 1 次方乘 2 的 4x 加 2 次方 等於 2 的 3 次方 這樣才叫做正確的化減 然後看看左邊 同底相乘 次方就相加 底也是 2 這樣 4x 加 2 再加 1 就變成 4x 加 3 右邊 就變成 2 的 3 x 減 3 又回到那個道理 2 的黃色次方等於 2 的綠色次方 即是說 黃色等於 2 綠色 這只是 Exponential Function 擁有的特性 如果是 A 的 x 次方 等於 A 的 y 次方 那就會有 x 等於 y 這件事 OK 當然 相同的 道理 在 Lock 那邊都是適用的 X 即是負 路 就是負 路 到第七條 今次的 Lock 流深尺 律是 Base 3 有些鐵我只以為是 Common Lock 就不充滿到 Base 是 3 一般的處理技巧 就是把 1 變成 Lock 律是 Base 3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這樣做的目的 就可以進行下一步 就是把這個 LOCK 綠色 LOCK 黃色 變成LOCK 綠色 黃色 這個技巧是很常用的 LOCK A加LOCK 等於LOCK A乘B 所以大家都要記得這個公式 LOCK A加LOCK 等於 LOCK A乘B OK 然後 選擇中括號裡面的東西 就變成15 加12X 等於LOCK 8-2X Base 3 這次你看到了 LOCK 藍色 等於LOCK 紫色 即是說 本身裡面的東西 藍色 就會等於 紫色 解決 這跟上一條 Exponential function 概念是一樣的 就是 如果是 LOCK X等於 LOCK Y 就會有 X等於Y 我們就解決這條 linear equation 解決 14X 就等於 -7 兩邊除 14 約選 X就是-2分1 這樣就要做完第七條 第八條 假設X是LOCK 2 Y是LOCK 3 就叫你Express LOCK 45 Base 6 in terms of X 和Y 我們可以寫下 怎樣做 LOCK 45 Base 6 我們就可以把它寫成 是 LOCK 45 over LOCK 6 這就是用了 Change of Base的公式 LOCK A Base B 可以寫作 LOCK A over LOCK B 這個Base是由你選擇的 任何一個Constant C 都可以 當然它是用正數 OK 也不等於1 這裡 我們就 看到題目 它都是用COMEON LOCK 所以我們用COMEON LOCK 就算了 45 就可以把它變成 5乘9 9 可以寫作3乘3 那為什麼要勾勾3出來 因為要就這個 Y是LOCK 3 對嗎 分母就是LOCK 2乘3 然後我們就拆開它 就變成 LOCK 5 加LOCK 3 加LOCK 3 分母就是LOCK 2 加LOCK 3 這裡就是用了那個技術 LOCK P乘Q 等於LOCK P 加LOCK Q 你說有三個成為 那怎麼辦呢 LOCK P乘Q 一樣 就是LOCK P 加LOCK Q 加LOCK R 那你就看到 Y就是LOCK 3 X就是LOCK 2 只差一個LOCK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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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搞好呢 這裡有個小技巧 LOCK 5 可以寫作LOCK 10 over 2 而10 over 2 加一個LOCK 又可以怎麼做呢 就變成LOCK 10減LOCK 2 這裡就用了那個小小的公式 就是LOCK 5 就是LOCK 5 等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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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CK 5 所以回到這裡 LOCK 5 其實你可以直接寫成 就是LOCK 10 減LOCK 2 LOCK 10 就是1 LOCK 2 就是X Y加Y 2 Y 分母 X加Y 這樣就要做完了 第九條 要解決這條的Equation 這條Equation 你會發覺 如果你直接TickLOCK 是做不到的 因為這裡牽涉到一個 兩個 三個Term 你TickLOCK是幫不了你拆解的 所以你就要慢慢處理 如何慢慢處理呢 你留意到一個突破的位置 就是 看到2的X次方 以及有個2的2X次方 差不多的東西 即是說 這條Equation 其實是可以 reduce to Quadratic Equation 它本身不是 Quadratic Equation 但是它可以變成 問題就是如何處理 最難的一部 是這個 如何拆解這個 2的2X加3次方 這次我們反過來 變成2的2X次方 乘2的3次方 平時把兩者合體 很常見 例如A的M次方 乘A的N次方 變成A的M加N次方 平時就 向著這個方向去 左置又這樣去 這次反過來 我把2的2X次方 拆開 又自助地 轉過來 OK 加15 乘2的X次方 減2 另外 2的2X次方 我們就把2的X次方 再2次方 然後把2的3次方 變成8 擺前來 特別留意螢光筆這個位置 我用一個未知數 U去代替它 然後把2的2的X次方 所以就變成8的U2 加15U 減2 等於0 這個就變成 quadral equation 你可以解決 用cross method 8U減1等於0 或者 U加2等於0 U 就是1 或者 U 就是2 不過 你要計算的是X 所以 把2的X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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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觀察2的X次方 等於2 這個就已經reject 為什麼呢 因為 exponential function 是永遠 positive 不會負數 所以如果有條equation 說 A的X次方 要等於負數 那就代表 X 就不是real number 沒有real root 到這裏 2的X次方 是百分之一 你可以 take log 或者你不喜歡take log 你把它變回到exponential function 也可以 今次就簡單一點 就把2的X次方 變成 2的-3次方 所以 X 就是-3 這樣理解也可以 OK 當然 有同學 不知道為什麼 百分之一是2的-3次方 那就慢慢做吧 百分之一 即是1 over 2的3次方 1 over 2的3次方 即是2的-3次方 OK 第九條就做完了 好 第十條 假設Y等於A乘B的X 這個意思就是1個A乘B的X次方 OK 那個X次方 跟A沒有關係 A波都是positive constant 就是證明這條式 很多同學都看漏了Base 2 很可惜的 OK 所以你兩邊take log 就不一定要take common log 要take logBase 2 好了 A part Y等於A乘B的X次方 兩邊take logBase 2 這樣 最正確的寫法 應該是這樣 加括好 然後 然後 LogYBase 2 就變成LogABase 2 加LogB的X次方Base 2 這裡就用了那個技術 就是LogP乘Q 等於LogP加LogQ 然後 我們就可以把X次方搬下來 這樣就完成了 這裡用了另一個技術 就是LogX的N次方 等於N乘LogX 這樣 然後到部分B了 以至 這條 更低的 Linear Graph 那條 直線 而它那個Axis 是 LogYBase 2 LogYBase 2 即是說 橫除X 垂直軸 是LogYBase 2 可以嗎 可以嗎 跟下面這個Graph LogYBase 2 LogYBase 2 是沒有關係的 看清楚這些Axis 可以嗎 現在 紅色Axis 直線 會穿過 Origin 00 和33 這樣 這樣就問 寫得A和B是多少 留意了 這一條綠色直線的 equation 就是 LogYBase 2 等於 等於 我特意把 LogBBase 2 乘X 放在前面 然後把LogABase 2 放在後面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我刻意想 整理一下 就是 Y等於 MX加C 這個格式 在這個格式 後面 這個C 其實就是 Vertical Intercept 垂直軸 的 數值 測到 YS 的位置 對方位 其實就是 LogABase 2 也就是 這條綠色直線 圈著的 這個數字 0 所以 你就知道 LogABase 2 其實就是 0 所以 A就是 2的0次方 就是1 B 是做什麼呢 現在 紅色不誇張這個 其實就是 這條直線的 對應 綠色的 就是這個 可以嗎 所以 我們要知道 Slope of Straight Line 就是 LogB Base 2 如何找回 直線的 Slope 就是 Y座標相減 over x座標相減 所以 B 就是2 就是2 因此 就會得到 A是1 而B 是2 記住 重複一次 它所謂的 Linear Graph 是說 我現在的 紅色筆 這個 而那條直線 就是在說 綠色這條直線 綠色這條線 穿過0 0和33 所以你由 綠色這條直線 所計到的 slope 就是 LogB Base 2 就是x的 coefficient 而它的 Vinus 就是紫色筆圈 這個 其實就是 後面跨著 這個 constant term 可以嗎? 到了 B2 就是 scatch the graph of y等於 a乘b的x 即是 y等於 1乘2的x次方 即是 y等於 2的x次方 怎麼畫呢? 代數字 x是0 y是2的0次方 即是1 x是1 y就是2的1次方 即是2 x是2 y就是2的2次方 即是4 如此類推 2的3次方 是8 2的4次方 是16 我負數又怎樣呢? 如果x是-1 y就是 2分1 如果x是-2 y就是0.25 你會發現 你會發現 當你畫這條線的時候 這條尾巴 永遠都能碰到 x-axis 的 OK? 就一直這樣 抹大它 很近很近都好 它是永遠不會碰到 x-axis OK? 好了 這條尾巴 就最好